远远转型而金融市场也兴起了绿色债的风潮 预计年底规模将会突破一千亿元 为了要接近国际市场的发展经验 贵买中心也特别举办了国际研讨会 台湾被评比为全世界最优良的海上风场 首座示范风场年底即将完工 离岸风电迈入新的里程碑 金融市场也兴起绿色债风潮 要接近国际市场发展经验举办研讨会 为了我们台电它要转型去朝向一个再生人员的发展 或者是说为了因应我们现在太阳能光电 或者离岸风电的发展 有任何在资本市场上直接筹资的必要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鼓励的 促进绿能产业发展 今晚会在2017年订定绿色金融行动方案 从受信投资资本市场等多面向推广 而贵买中心配合政策推行绿债 预计年底规模突破一千亿元 国内绿色债券这个平台 已跟发挥扮演连结资本市场 与绿色产业的沟通桥梁 逐步带动我国绿能产业的发展 台湾的绿色债券市场资金 有利于环境永续发展等相关产业 希望借由研讨会增加 我国绿色赛券市场的发展 与国际接轨提升竞争力